我喜歡你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要來用氣炸鍋做早餐料理 照燒雞腿三明治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氣炸鍋就是很方便 很懶人 也不用開鍋熱油 像這麼方便的工具就要試著來做這種 很需要方便簡單的早餐 好,所以我們就開始來用七大鍋做今天的照燒雞腿三明治 好,這個是超市買的五股雞腿排 那當然如果你要改用雞胸肉也是OK的 味靈 那味靈呢,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以改用像是砂糖或者是蜂蜜來代替 好,我們現在呢讓這個雞腿排醃製大約15-30分鐘 讓它入味 那如果你要備料上更方便呢 你也可以隔夜醃製 這七炸鍋擺放呢,我會建議把雞皮朝上 因為七炸鍋的熱源都是由上往下 那這樣呢可以把這個雞皮做出一點酥脆的口感 所以要先把雞皮切成水 螺美生菜 這吐司啊 我們也是塗一點蛋液 讓氣炸鍋炸一下 這個顏色超級完美啊 還帶一點酥脆 我們這個氣炸鍋先不要清洗 然後換上這種烤籃 吐司是比較大片的 所以一次只能進一個 但是如果你是小片一點吐司 應該是可以一次放兩片 哇這個吐司做起來也是剛剛好 中間還是軟的 但是邊邊呢 已經有脆了 好 完成啦 照燒雞腿三明治 那直接來吃看看 喔 大家看這裡面的料 這個雞肉好棒喔 它的皮是有一點酥脆 而且雞肉 雞腿肉本身還是非常嫩非常多汁喔 但是呢我們因為也只有醃15分鐘 所以其實它不會太鹹喔 然後搭配這個吐司還有塗蛋液 吃起來非常的香啊 其實前後啊 我包含醃漬這個雞肉 前前後後花也不會超過30分鐘準備 如果你之前一天又把雞肉醃起來 其實每天早上做這樣子的三明治 算是非常快速的喔 可以參考看看 好 這次的早餐呢 太棒啦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食譜資訊 你可以點擊連結前往官網 任何問題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這次的早餐氣炸鍋料理分享就在這邊囉 下次見囉 掰掰